中国京剧向音项工程 设计音配项工程之后 创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 又一项文化工程 央视向音项栏目 将于1月4日晚19点30分 播出由京剧老生张鹤 与青衣张彦玲 领衔主演的经典剧目 《金水桥》 张鹤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京剧老生 1975年 入天津市戏曲学校学艺 曾受教于曹世佳等名师 1981年毕业 1984年 进天津市青年京剧团 专攻杨派 张彦玲主攻青衣刀马蛋 第三代上派传人 1997年 拜著名表演艺术家刘秀荣为师 《金水桥》主要讲述了唐朝秦书宝之孙 秦英在金水桥玩耍钓鱼 恰逢詹太师下朝名罗开道 惊好了上钩的礼仪 秦英一怒之下打死了太师 太师之女 詹妃 击鼎靛民冤 beef 要求皇帝做主 恰逢秦英的父亲 � 456 00 驹马公迁怀裕奉指珍惜 银贫公主没有了主意 房子上殿 在公主皇后与皇帝 詹妃的争议劝说之后 皇帝权衡再三 没有斩杀秦英 让其戴罪立功 找我爸爸去 1月4日晚19点30分 央视继续频道 中国京剧《向一向集脆》栏目 播出京剧金水桥 敬请关注 近日以畅想新时代 共铸大御剧为主题的第二届 全国御剧院团长工作交流会 在郑州举行 来自新疆 甘肃 陕西等 全国12个省市的 124个院团的 239名院团长代表 兴致勃勃地团聚在河南老家 共商御剧发展大忌 此次会议旨在加强 河南省与其他兄弟省市区 及基层各院团的 文化交流和合作 研讨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 和戏曲进校园等 公共文化系列政策的 落实举措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19大精神 进一步传承和保护 预矩艺术 共谋预矩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青年演员茁壮成长 青年观众越来越多 这是河南御剧正在发生的 可喜变化 作为全国御剧院团 工作交流会的专场演出 中国御剧经典流派 经典剧目展演 是一次御剧青年人才 培养成果的全方位汇报 没有御剧名家登台 主要以御剧院青年团为班底 充分展示了中国御剧的青春魅力 会议期间 主办方还邀请了众多名家 来为广大院团长授课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 委员会副主任王全书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成祥 中国文联副主席扑存心 分别以为当代中华 御剧领军人物贺彩 面对新时代的戏剧艺术 演戏物道修身为主题 同与会院团长 分享了各自在艺术方面 多年积累的心得与体会 使各位参会的院团长 在不同程度上 得到了一定的启发 受益非浅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串提上一下 河南文艺工作者 都非常产品 通过这个联谊会 我们终结了很多经验 认真学习了 领会了19大的报告内容 所以说一切为了人民 高好服务 200多名院团长 在此次会议中形成了共识 树立大预计观念 拓展预计在全国的发展空间 建立大合作机制 提升预计的创新发展能力 形成大交流的格局 促进预计与世界的接轨 上海怀剧团先进创牌的 都市新怀剧 武训先生 于12月14日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再度上演 怀剧武训先生 讲述了清末农民武训 以训道者的精神 投入民间教育的故事 20岁的武训 在姨父张老辫家 帮工三年 张老辫欺负武训不识字 在契约上做了手脚 武训三年功满 不仅分文未得 与其相恋的梨花 也被卖给他人 武训悟出朴素道理 穷人若想不被欺负 必须读书识字 他决定乞讨筹钱 为穷人兴办义学 十年后 武训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却再次被张老辫盗走 武训坚持从头再来 又过了29年 武训出资兴建的 三所义学相继开馆 在朗朗的读书生中 59岁的千古乞丐 武训先生 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 武训一角 由上海怀剧团当家小生 梁伟平饰演 谈到武训 他毫不掩饰自己 对这个角色的喜爱 和源自内心的感动 一进武训的纪念馆大门口 季贤林大师写了八个字 高山扬子 千古奇人 这一下子那种 肃然起敬的这种感觉 油然而生 那不就是有这样的 那种善良的人 然后传承着我们 中华民族 对文化那种 从骨子里那种追求 那种尊敬 为演好这部戏 梁伟平称自己 又接受了一次挑战 这个剧本 他留了很大的空间 是交给演员的 但是他年龄跨度又非常大 从表演上 从节奏上 从年龄上 这都是由自己去克服的 还体能上 我毕竟是57年出生 61岁的人 二十多年前 同样由罗怀珍编剧 梁伟平主演的 都市心怀剧 《金龙与浮游》 作为中国戏剧史上 一部矿时代的作品 为地方剧 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建议充满哲学 与思辨色彩的戏剧魅力 为更多年轻人所接受 我想这个 都市心怀剧的提出 也是跟当时怀剧 在上海的生存有关 因为怀剧 到了八十年代 跟其他的剧种一样 也早上这个低落 可能要 它这个剧种 又有观众也在老化 所以想更多的 让这个剧种 能够让上海的新观众 能够接受 由金龙与浮游 几乎原班人马打造的 新系伍迅先生 将怀剧传统形式 通过都市化的融入感 再次提炼 被认为进入了 都市心怀剧的 2.0时代 12月15日上午 怀剧武逊先生 召开了艺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戏曲家协会 以及人民日报 文化报等媒体的 专家学者 就地方戏曲的 返乡意识为主题 展开讨论 这个返乡 我想有两方面的一个追求 第一个是在剧种文化形态的追求 就是可能我们要更加的往剧种靠 这个淮剧 上海淮剧 毕竟是源于苏北 所以它这个返乡 要返那个乡 剧种的乡土 要返乡 第二个乡呢 是汽取要往传统靠 就是这个更多的传统的手段 表演的这个形式 唱片做的 包括我们这个吴迅先生 他的戏曲画 做得特别极致 也是希望能够回归传统 吴迅先生提出的返乡意识 当然不是简单的倒回去 而是以城市人的眼光 国际性的审美 来看怀剧 乃至地方戏曲独有的特色 这不仅是对戏曲 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 也呈现出传统戏曲 自我突破 不断前进的生命力 近日 由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深圳市校委主办的 2017年 公益文化项目 戏曲艺术竞效员活动 在深圳市后海小学热闹开场 这也是由深圳宣传文化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开展的 戏曲艺术竞效员活动以来 走进的第五所小学 活动当天 后海小学宽敞的体育管理 坐满了学生 很多学生还带着笔记本 一边听讲 一边记录 站在台上讲授的是 深圳市世纪戏曲艺术研究院的 陈胜利院长 什么是生诞敬仇 什么是司工武法 通过他的讲解 让同学们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 有了初步的了解 为了使孩子们对戏曲艺术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陈院长邀请了上海 戏曲这门博大精神的艺术的美丽与魅力 从整场我们学生的反应来看 应该说这是讲座得到了孩子们的深刻的喜欢 虽然不是正式演出 演员们却一招一招认真展示 这时候胜利者就必然要至高气扬地 要耍一耍他的枪 这叫枪下场 传统的枪下场 戏曲真不愧是我们国的国粹 感觉就是那些步伐什么的 还有脸上画的妆都很美 我以前也是听过一些戏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那他们都具体叫什么名字 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想学黄梅戏 因为黄梅戏很活泼 我觉得情绪比较有意思 最开始那个困惧 感觉有点听不太懂 拖太长了 我比较喜欢活泼一些的 台上讲演的投入 孩子们也看得入迷 不少学生还踊跃上台 跟随演员学习 唱念作答 和手衍生发布等戏曲基本功 从这儿晃一下吧 右腿往后撤 伸次往这边晃 对往这边走 然后我们这眼睛 手衍生发布 然后我们这眼睛 一定要逼入你的左手 主听长 四 五台腕 六滑下来 七准备 好 不错 不错 此次戏曲艺术竞校园活动的开展 讲演团所到之处 受到了各参与学校的热烈欢迎 学生们跟随演员一起 走台步 亮相 绣兰花纸 在玩乐中 形成了对传统戏曲的认知和兴趣 我也能够相信 通过这样的课 我们有一批孩子 应该会喜欢上戏曲 种下一个兴趣的讲迹在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